OK 兄弟们大家好 我们好久没有看我们雪山175的一个环宫了 好吧 今天我们给兄弟们带来一把雪山175的一个音乐环宫 关键翻车是一个叫做螺丝刀的一个兄弟 然后这个兄弟的话现在也是剑会 单挑赛神木宁这个门牌排第一的一个兄弟 所以说一定是有一些东西的 对面的话是一个无底洞 好吧 无底洞打神木宁 无底洞是一个属于半封印 对吧 半辅助的这么一个门牌 对吧 风系打打法系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打这一把PK啊 我感觉好像有点显不通 对吧 这个PK啊应该就据我分析的话 应该对不对 无底洞应该是带队刷副本什么的 对吧 神木宁挂机没有挂好 无底洞就喷神木宁 然后神木宁就跟无底洞打换弓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剧本 所以你们觉得炮哥这个剧本写的怎么样 应该没有毛病吗 但我觉得无底洞这个门牌啊 虽然说是风系啊 但是说大环弓不一定好打 因为无底洞这个门牌封印不霸道 就不像武装罐啊 对不对 翻寸啊 这些对吧 封印之后可以换地厅啊 因为他封印之后这边人还可以动你知道吧 你像武装罐封印之后的话不可以用特技 翻寸封印之后人不能动 这个无底洞封不封的没有关系 OK 无底洞很暴躁 第七回合直接换寸法 OK 这边起神木宝顶 起完神木宝顶的话应该是加风铃加的更快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是没有错吧 这边请一三叠 好痛啊 对不对啊 好像也没有效力参到 我操 绝处逢生 神木宝顶到底是干嘛的 神木宝顶应该是加法山的吧 应该 炮哥玩过这么多法系啊就是没有玩过175的神木宝顶 OK 又无魂 嗯 关在翻的话打的可以啊 对吧 这一把起一个火焰伞 对面的话没有什么机会啊 我我感觉对面好像是没有什么机会 无底洞跟神木宝顶打皮 对面还有三个宝宝 亲宝宝亲得特别快 关键翻了吗 一个宝宝没有没有换过吧 我操 这 OK 定神仙情解开 定神仙情解开自己的话是有一个看风铃的效果 身上有四层的风铃 一把亲戚我兄弟感觉出法术暴击 要走了兄弟 腰风刺起 残形风铃 他这个腰风是假 他是一个占低自己的一个气血 然后提高风铃密充率的一个气能啊 他这个定神仙情的话是 对吧 有一个脸回合的一个 呃 提升 就抵抗风铃密充率的一个 一个法宝就解除风铃 顺便抵抗风铃 OK 对面 OK 出来一个蛇 OK 一把亲戚我 五千啊 就没有出暴击 出暴击就是 一打 对吧 兄弟们 对面出来一个配数 OK 这个时候啊 对面就是一个死循环了 好吧 对面这个时候啊 宝宝是配数 人物的话又没有伤害 我说这 PK咋打 好吧 我觉得对面如果有机会的话 一定是要有地厅 OK 对面的话 顶不住了 换了一个一致的宝宝 OK 一把平坎 想亲宝宝 宝宝还没有A宝宝 卧槽 宝宝应该是自动平A 没有A刀宝宝 这边不给宝宝加战敌啊 这狗东西啊 卧槽 好像对面宝宝速度慢啊 一刀 我们来看一下能P多少 卧槽 这一刀P了11000 也可以 但是对面这个宝宝 没有神宝宝速度快 如果是一个高速的宝宝 就可以了 OK 这边应该要换顺法 我看 这边中无魂啊 兄弟 这PK就这样中无魂 中赢了 我操 念刀 我操出163了 163救命了 我靠 落雨金钱 再出163 这边直接换隐功 应该不是隐功 就是归宿 好吧 再P一把 没有出163 P6000 对面这个宝宝 还是速度慢了 你知道吧 对面这一个 利P 应该现在流行高速利P 这种归宿权力的利P 没有那么好 看一下利P 有没有高感知啊 有高感知就好了 OK利P没有高感知 有 他如果这个利P 有高感知的话 特别舒服 为什么特别舒服呢 他利P本身伤害又高 P这种血宝宝 基本上P一把 血就能吸满 脚下面有罗汉的话 基本上稳得要死 OK 这边的话 已经消耗了 两个九转了 OK 一把金击舞直接带走 兄弟 这不能翻盘了吧 大哥 只要把关键盘的九转 都打完就行了 OK 这边的话出小孩了 OK 出小孩的话 小孩的话可以 无限拉人嘛 小孩的话能无限拉 OK 观众们可能说 也是没有带那么多九转啊 好吧 用完两个九转之后的话 直接换小孩了 按道理来说的话 法系如果说九转带的多的话 不会这么快换小孩 因为换小孩的话 是有可能会逃跑的 你老吧 OK 对面还有一个宝宝 这妈又被翻盘了 这一把好精彩 好吧 OK 对面把最后一个宝宝出来 名字叫做大姨妈 OK 观众盘也没有给机会啊 加了这么多血 直接换了一个顺机的宝宝 换完顺机 OK 是个耐法的宝宝 对面有0元 我们来看一下 对面的话 4.0元 4.0元 这边偷九 直接想偷九用青三叠 对面的话 4.0元 我觉得可以给宝宝 加次元三叠 先进宝宝 看一下对面 反正这0元也不用啊 我操 大哥 你宝宝 你宝宝用鬼 牛皮 给宝宝顶个水 没宝宝了 兄弟 别省药了 我靠 对吧 顶个大的呀 OK 再笑 给宝宝加0元 实验三 战敌秒起 OK 给宝宝加0元啊 我操 他妈5.0元了 兄弟 四次回合 你干嘛呢 OK 单秒850 大哥加0元啊 兄弟 不加0元 秒不动啊 兄弟们 你们说一下 对面这兄弟 4.0元 留着干嘛 对吧 留着2022年 对吧 过年的时候 对吧 炒几个菜次 真的 你就这 兄弟 你这 能 能赢PK 我都是扶你 真的 OK 就对面 还有最后一个孩子 没有出 突然孩子 就没有宝宝了 OK 这边的话 开 开是奇妙 你就这个实力的话 兄弟 说句心理话 也不要约别人去打还工了 好吧 你这个还工好像是有点打不过的 好吧 OK 兄弟们看过炮哥视频呢 觉得炮哥解说还可以的 对吧 评论区告诉炮哥 对吧 提意见都可以 觉得炮哥解说是个傻逼的 对吧 给视频点个赞就行 对吧 认清自己才能更好的进步 OK 比赛44 回合 对面把最后一个孩子出了 好了 我妈爱我爹 我靠 看这孩子的名字啊 就知道对面的智山啊 不是不是特别高 好吧 OK 我妈爱我爹 OK 对面接着炮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什么宝宝 对面是个地府的孩子 对吧 试图用一个地府的孩子 先拖个平局嘛 可能吗 兄弟 你觉得呢 OK 夺破镜 就是一把狂风 OK 现在还顶水 而且对面顶的是一个 有一个带特性的药啊 对面的腕 大金的话 还有带护盾 对吧 找不给宝宝顶 现在宝宝都没了 对吧 你们说会不会出现一个这样的剧本啊 就是说 对面的话 嗯 宝宝有高隐身 这边的话宝宝 没有高感知 对吧 结果 清好久 对吧 清不掉 对面 然后一百 五十为何平局 OK 对面照妖镜 OK 破卡成功 我们再看一下 比赛的最后啊 看一下 嗯 这边 有0元也不用 我也是没 没搞懂 弯弯弯他妈的 4点0元也不用 这随随便便 拉个顺目法出来 加几点0元 这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 兄弟们 而且他是可以用定身先行解自己的 也没有用定身先行解自己 就这高攻宝宝对吧 宁元一扎 脸刀直接拍死 兄弟 真的都给你洗洗哈 OK 用封卷 四层封 用的大封卷 卷了脸先 对面出法甲 宝宝有贴 我觉得可以直接给宝宝用 他下回肯定要封嘛 直接拿 直接给宝宝加吃焰 占敌就行 我请一相爹 因为他人物速度快 完全是可以加底速的 你知道吗 我给宝宝拍点一下 这边有0元也不用 对面的话 6点0元了也不用 难道 无底洞的7点0元 特别 7点 无底洞的7点0元 好像是天上 剑大炮啊 我擦兄弟们 我们来看一下 无底洞的7点0元 他可能是想憋到7点0元 天上面剑人间大炮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无底洞的7点0元 好像是的 我看 看过他们打浮战 无底洞的7点0元 很厉害 我擦 被 地狱战争给赚死了 我擦 我们来看一下 对面 憋了一个7点0元 我们来看一下 对面 是想干嘛 好像 无底洞的7点0元 是天上 这样打炮 OK 我们打完PK的话 我们 问 问一下 客服啊 看一下 无底洞的7点0元 是干嘛 OK 对面的话 被这个宝宝给控制控住了 那 那是没有什么花招了 好了 OK 对面宝宝有高隐身 这边清不掉 我们来看一下 无底洞的7点0元 是干嘛用的 好吧 风五青金 风五青金 是加风银的 四层风银 看一下 用完风五青金之后 应该有 有九层了 我擦 九层风银 九层风银 OK 观察发没有高杆之 我知道 对面困 风困 女生 天降 神炮是天击城 那无底洞 0元是干嘛的 无底洞 OK 对面宝宝跑 对面宝宝逃跑了 好吧 对面宝宝逃跑了 我们来看一下 无底洞 0元是干嘛的 好吧 无 哦 无底洞的0元 是消耗7点0元 最大气血 上线占低50% 直到战斗结束 无底洞这个也可以 比如说 你有1万点血 他7点0元的话 可以把你1万点血 减到只有5000 减50%的一个气血 那也可以 天降大炮的话 是天击城 OK 欢迎兄弟们看完了 好吧 我们是一个比较严谨的解说 我先来准备 你 感谢